哈囉YouTube我是Kate之丁 從小到大我們的爸媽總是告訴我們不要亂玩食物 但是你可曾想過一個擁有13間餐廳 在料理界赫赫有名的廚師 他的料理方式就是 Messing Around 用韓國年糕跟泡菜做出的義式波羅娜肉醬 用泡麵做的Gnocchi 甚至還把豬肉當成柴魚乾來使用 像這樣一位瘋狂的料理人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韓藝大廚 張喜浩 對於料理如此有想法 而且甚至帶有一點叛逆性格的張喜浩 其實從小就展現了一點反骨的個性 張喜浩出生在美國維基尼亞州 爸媽都是韓國移民 他的母親常在家中醃漬泡菜 每次張喜浩放學帶朋友回家時 總會迎來撲鼻的氣味 因此他的朋友總是稱他為 把泡菜當香水噴的傢伙 別看他現在這個樣子 其實他從小是一個專業的高爾夫球選手 因為家中開設高爾夫球界的關係 所以從小他就接觸高爾夫這項運動 而且表現得可圈可點 小時候的他參加過各大賽事 但是也許就是因為叛逆性格的關係 到了高中以後他就決定放棄球桿 另謀出路 張喜浩在大學畢業之後 嘗試過非常多不同的工作 像是英文老師 金融專員 甚至是宗教研究員 但這些工作都太過於制式化 讓他覺得很不自在 於是在23歲時便拋下了手上的工作 進到了紐約的法國參與學院就讀 之後他也跟許多名廚共識 像是 等 好啦 大家不要接受我的發音啦 但這個時候張喜浩心裡 又萌生出了奇怪的想法 對於所追尋到的 這些fine dining的精髓 他竟然又開始感到厭煩 精緻的擺盤 頂級的食材 以及用餐的禮儀 一切對他來說 都如此的虛假 於是他資深前往東京 找尋他真正喜歡的食物 一個能夠讓人家 真正享受的料理 誰也想不到這位接受過 法式專業訓練的廚師 竟然開始在一間自己住宿旁邊的 蕎麥麵店打工 但是對張喜浩來說 這就是一種解放 一種樸實 每一天他只要端上簡簡單單的蕎麥麵 看著那染染的白煙升起 就是最美的裝飾 在夜裡看著客人一口一口吸著蕎麥麵 張喜浩自己也覺得非常的滿足 回到了美國張喜浩決定要開設一間 自己的餐廳名字就取叫 Momofuku 名字除了代表好運之外 也希望可以跟日本泡麵的發明人 Momofuku Ando致敬 餐廳開創不久之後 開始有人漸漸注意到這間 位在紐約西區有點不起眼 但餐點非常美味的麵館 以手做粗麵代替傳統拉麵的 招牌陶福拉麵 以及源自於北京烤鴨 跟台灣掛包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陶福豬肉包 這一些看似普通 但是卻充滿張喜浩鬼靈精怪點子的 奇妙料理 越來越受到人家的喜愛 陶福麵館也一炮而紅 開始創立第二間的餐廳 陶福餐廳之後就變成了陶福企業 開始有他的食譜書籍出來 麵店的成功讓張喜浩竄紅 在料理界享有一定程度的地位 但是真正讓大家認識他的 當然還是節目 2011年他的料理節目 大廚的異想世界 節目中張喜浩多次示範許多 跳脫框架的料理 像是利用泡麵做出 義式麵疙瘩 或者是利用熟透的香蕉製作 香蕉派等等 搭配著許多名廚的演出 以及Anthony Bourdain的親自配音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看 2018年張喜浩跟Netflix推出了一個新的節目 叫做美食不美 Ugly Delicious 希望傳達的就是 世界上存在著許多非常美味的食物 但不一定非得要外觀精緻 以簡單跟堅持就可以做出 一道又一道不凡的料理 而這正好也應對了張喜浩內心的 想法 節目中張喜浩跟他的友人 大膽的談論各種食物的刻板印象 種族議題 以及傳統與創新之間的矛盾衝突等等 一而再的展現出張喜浩特立獨行的態度 看似隨意粗獷的料理過程 卻時不時展現出一些些微的講究以及古板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衝突矛盾的形象 讓大家喜歡上這位充滿落賽糊 然後深情微微走樣的忠年大叔 今年10月張喜浩又推出了他的美食新節目 張喜浩的三餐饗宴 永遠對食物跟文化充滿好奇心的張喜浩 與A咖明星像是 Seth Rogen Kate McKinnon 一起遊歷各大城市展開一場食物跟文化之旅 但是看完之後我覺得他比較像是去 陳述一些他內心世界的想法的東西 跟料理本身的描述就比較小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這個韓藝大廚的介紹啦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有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柯里斯丁 下支影片見 掰掰